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在中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的大背景之下 首相安华上台之后多次表明 不会选边站 不会向其中一方靠拢 然而马来西亚的这个中立立场 却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的质疑 认为马来西亚没有公开宣布 站在美国那边的话 就是站在中国这边 首相安华今天再次强调 虽然有西方国家怀疑马来西亚是靠拢中国 但是马来西亚对选边站根本不感兴趣 安华说马来西亚只是一个小国 要的只是发展和照顾人民的福祉 所以只要有投资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马来西亚都是无人欢迎 安华上个星期在官方德国期间 也重申美国和中国对马来西亚来说是同等重要 马来西亚不会选边站 安华表示 那即使马来西亚和中国在部分课题上有分歧 但是马来西亚没有任何理由去敌视 还有反对中国 更不应该要有恐华症 大马没兴趣选边站 首相安华今天在首相署 常阅集会上至此时强调 虽然有西方国家怀疑大马如今的所作所为 似乎是在亲中国 但实际上大马作为小国 对选边站根本不感兴趣 安华强调 我国不会插手干预任何国家的地缘政治 政府真正在意的是会不会有更多的外国投资涌入 不止如此 安华也强调 即使在部分课题上会产生分歧 但我国没有任何理由敌视和反对任何国家 也不应该要有恐华症 他指出 大马既不想得罪美国 也不会把中国看作是敌人 中国人是中国人 中国人 我们没有原因 为什么要提供强调 有些不同的予计 我们在认识 但在某些事件上 因为社会和联系 我引起研究相关的同样 由华和地区 美国、印度、印度、澳大利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